請你們不要在這邊買 這是我一碼的 你不要碰我客人喔 你不要太過分 人家在做生意 這個阿婆居然在旁邊碎碎念 叫客人別買 還拿手機 對所有人拍個不停 請你不要在這邊買 你不要影響我的客人 不要在這邊買 這是我一碼 老闆娘氣的衝出來阻止 只要有客人上門都被她拍照 好多人嚇到 這太恐怖了吧 對他一直這樣騷擾每一個客人 就像這樣 手機貼愛人家臉上一直拍 客人嚇得拿包包阻擋 也受不了 你這樣死的 我來買早餐 為什麼我要被拍照 雞殺娃姐 你不要來買 就不會被拍照吧 這輛餐車固定住院 在松菸附近刑事局旁 專賣早餐 在網路上小有名氣 但從上個月開始 冒出這名富人 多次騷擾業者和顧客 都是要阻止客人來消費 那因為他覺得 他如果客人不來消費 那我坐不下去 我就會離開 但我們就是跟大樓主委租這個地方 我們是合法成租 其實這輛餐車有合法 向大樓管委會租用法定空地 擺攤也有付租金 而這阿婆根本不是房東 只是附近住戶 卻要趕他們走 不只多次亂報警 檢舉消防 甚至曾打電話到老闆娘家中恐嚇 現在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 是大家耳大談妥 那租約也長 可以這樣合法成租 不歡迎我們的人 還不是這個房東 連西被指控的許姓富人 暫無回應 只說交由司法處理 只是餐車好不容易找到合法地點 也簽了租約 業者無奈 只是想好好做生意 錯在哪裡 TVBS宣言中的人 講母語和關語太無道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